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澤連斯基與習近平通電話 普京火大 拜登否了普京 贊成澤連斯基與習近平通話 與習近平通話後 澤連斯基表態 習近平 澤連斯基通話 內容曝光 中共江派特別代表房屋 史無前例 美國為韓國提供核保護傘的文件化 冷戰以來首次 美國釋出軍事大動作 劍指中潮 韓美設立核諮商小組 韓國不干預美方核無使用決策 歡迎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4月26號 星期三 亞洲時間星期四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 把這些視頻推薦給大家 澤連斯基與習近平通電話 普京火大 在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與克里姆林宮盟友習近平 自衝突開始以來的首次電話交談後 俄羅斯今天巡迹指責烏克蘭拒絕與莫斯科對話 破壞和平倡議 據法新社說 莫斯科還表示 俄羅斯注意到 中國願意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努力開展談判進程 但俄羅斯批評政府拒絕任何旨在通過政治和外交手段解決危機的明智舉措 俄羅斯外交部指責說 任何和平的呼籲都很難被來自華盛頓控制的傀儡充分感知 澤連斯基週三宣布 他與習近平進行了一次 長時間而有意義的電話會晤 該報導稱 習近平是莫斯科的盟友 澤連斯基幾個月來一直想與習近平對話 習近平從未譴責過俄羅斯的侵略戰爭 並一直表示支持普京 拜登 否羅普京 贊成澤連斯基與習近平通話 美國白宮今天明確表態 支持澤連斯基與習近平通電話 拜登贊成澤連斯基與中國對話 中共官方消息說 習近平應約與澤連斯基通電話 習近平在通話中許諾 中國站在和平一邊 中國將派特別代表前往烏克蘭 並與尋求和平的各方舉行會談 白宮對中國的和平許諾 以及調解作用 採取謹慎立場 稱現在判斷這是否會導致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達成和平協議還為時過早 據白宮國家安全發言人約翰.科比 談到這通電話時說 這是一件好事 美國對這次通話並不了解 也不一定會知道 科比稱 這是兩國兩位最高權力的領導人通話 我們很高興看到他們確實進行了交談 與習近平通話 澤倫斯基發聲 打了一通常又有意義的電話 澤倫斯基26日在推特發言表示 他跟習近平打了一通常又有意義的電話 澤倫斯基表示 他相信這通電話 還有任命烏克蘭駐中國大陸大使 將對陸屋雙邊關係的發展注入強大的動力 《衛報》指出 澤倫斯基沒有立刻公布任何其他細節 習近平 澤倫斯基通話 內容曝光 中國將派特別代表訪烏克蘭 中共官媒央視報導 習近平與澤倫斯基通話 習近平表示 中方堅持勸和促談 並將派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赴烏克蘭等國訪問 就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與各方深入溝通 習近平表示對話談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核戰爭沒有贏家 根據央視報導 澤倫斯基在通話中介紹了他對當前烏克蘭危機的看法 並感謝中方為烏克蘭提供的人道主義援助 同時歡迎中方為恢復和平 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危機發揮重要作用 烏克蘭刻守一個中國政策 希望與中方開展全面合作 開啟烏中關係的新篇章 共同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 這是俄烏戰爭發生以來 習近平第一次與澤倫斯基通話 他們上一次通話是在2022年1月 當時是為慶祝雙方建交30週年 史無前例 美國為韓國提供核保護傘的文件化 美國根據地緣政治學和時代的情況 為日本和北約等30多個國家提供定制型核保護傘 卻從未製作單獨的文件 但現在對韓國開了先例 有評價認為 韓美這次以特別形式宣布的對核保護傘的文件化 是很難在其他同盟國身上看到先例的特別措施 美國和北約雙方不斷發展了核共享戰略 但沒有就核共享核保護傘編寫和發布專門的文件 美日雙方也未將核保護傘列入聯合聲明或製作並發布相關文件 韓國國立外交院美洲研究部長金賢旭說 史無前例地體現了美國首位韓半島的強烈意志 這次的核保護傘特別文件 可能會成為美國構建東北亞等印太地區集體安全體制的基石 韓國《朝鮮日報》文章介紹 核保護傘的宗旨是通過戰略明確性 先發遏制和阻止使用核武器的決定 如果用核武器攻擊美國的同盟 美國將無一例外地實施核報復 冷戰以來首次 美軍釋出軍事大動作 建制中朝 韓國總統尹錫悅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4月26日赴白宮會晤美國總統拜登 拜登政府資深官員說 美韓將發布《華盛頓宣言》 進一步強化美韓核威懾能力 美軍將派遣一艘核彈道飛彈潛艦訪問韓國 這創下冷戰以來首次記錄 拜登政府資深官員25日 針對尹錫悅的訪問舉行電話簡報表示 美國將宣布採取更多措施 定期部署戰略武器裝備 也會將韓國傳統軍事資產集成入戰略計畫中 另一名資深官員指出 美國不會將核武重新部署回朝鮮半島 在首艘核彈道飛彈潛艦訪問後 未來美國其他戰略武器裝備不定期訪問韓國 資深官員表示 已事先告知北京 清楚說明為何要採取這些行動 在印太地區推動反擴散的努力 不僅符合美國利益 也符合中國的利益 韓美兩國決定設立核諮商小組 韓國不能干預美方的核武使用決策 美國 韓美兩國決定設立核諮商小組 以突出向韓國提供延伸威懾 更多地體現韓國訴求 但不意味著韓方能夠干預美方的核武使用決策 韓國也不謀求自主核武裝 美國政府高官26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韓美領導人將在當天舉行的會談上發表華盛頓宣言 並寫上加強延伸威懾的方案 這名高官就和諮商小組設立宗旨表示 這一機制將幫助韓國理解美國 如何構想應對可能發生的重大事態的計劃 使韓國能在考慮決策的過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決定使用核武器是美國總統專屬的權利 這適用於韓美同盟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和美國迄今為止的一切安全承諾 短期內不會改變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俄羅斯對中共懷有戒心 普京大腦行蹤神秘 連秘書都不知道 綜合報導 六四領袖周峰所法輪功是中國未來的希望 捷克對臺出售先進重炮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謝謝你的字幕 祝您